好 上課了 大家坐好 我們今天談什麼 談這個重啟核四的公投 但今天有沒有發現 現在很奇怪 公投12月18號才辦 結果也還沒有出來 那我們為什麼要公投 公投之後 他至少有一定的約束力 兩年 我們的政府要執行不是嗎 但現在還沒有投 就告訴你怎樣 一直在帶風向 意思就是說 在重啟核四的這一題 你投你的 投完之後怎樣 好像不會怎樣 好像也不會執行 機率是零 所以政府官員們 你在中華民國的官員 到底在說什麼 你有沒有基本的民意素養 你真的尊重我們的民意嗎 還沒有投票 就被政府沒收了 四大公投裡面這一題 已經被沒收了 是這樣嗎 我們現在看行政院院長 蘇仁昌怎麼說 他說如果核四公投通過 依法規是要重啟嗎 沒有錯 他知道 依法規是要重啟 然後他就說 昨天我在宜蘭 鄉親大家聽到要重啟 緊張得要死 說是會被他害死 開始帶風向 我跟你講 重啟大家會被害死 這個概念 然後經濟部長王美華 告訴大家怎樣 核四要再重啟 根本不是一個選項 那你辦什麼公投 公投就是有這題 他已經過了 過公投有一定的門檻 連數書等等 這是一個民意的展現 但是你現在馬上就告訴大家 不是一個選項 都還沒有投票 有王美華誰 你比較大 還是台灣人民比較大 你可以直接否定民意嗎 說他不是一個選項 那當初怎麼成案的 怎麼過的 他怎麼說 因為很多困難 整體的發包很困難 施工設計很困難 總共發包830件都很困難 不困難我要你幹嘛 不困難我來當經濟部長就好了 不是嗎 就是因為很困難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好棒棒 能幹的民進黨 幫我們解決困難 又能夠維護生態 又能夠兼顧發電 這就是你民進黨 比國民黨厲害的地方 所以人民不滿意 通過了公投的連數 現在成案了 你告訴大家不是一個選項 更讓大家驚呆的是這位 袁能會主委 平常還不知道他是誰 突然冒出來 他叫做謝小新 直接結論告訴你 核四重啟機率為零 你相信嗎 那如果投票怎樣 投票如果通過同意的話 怎樣 根本不在乎是不是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先給大家一個深論題好不好 民進黨如果不尊重公投的結果 怎麼辦 這題之前很多網友非常的焦慮 一直在問他怎麼辦 他就是阿爸 他就是不在乎 沒有民主素養 沒有法律素養 他又是不尊重我們的公投結果 該怎麼辦 有沒有一些制衡他的方法 大家留言來討論 好 董哥 你先來談一下 還沒有投票 他先把我們沒收 是不是 他在意味著什麼 你們投票也是白頭 是這樣嗎 對 當然民進黨就這樣 講書你就翻桌 對不對 他覺得你監督他的力量大 你就像中天電視台一樣 就把你關 我最近我的UT也被關 就是講話大聲 一下子黑掉 對 馬上就黑掉 突然不見了 很多朋友來問說 你是接中天之後的另外一個 言論自由的標桿 我說對 這樣好不好 是 你是一個人的頻道 我們是中天一個電視台 這是多少民意的展現 所以才會成案 當然就成案也不容易 對不對 是 但是民進黨他知道 大事不妙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2018年 那時候就有一個 以核養栗的公投 那時候就有這個影子 以核養栗其實是要他修改 電業法 就是說因為民意黨把2025年 說不能再用核電 結果那個把他翻了 翻了以後他只好去修改電業法 以後我們還是可以用核能 就是那時候投的 把這個法律意氣要回來 那現在我們在投的 這個等於說是 以核養栗獲的第二波 最緊張的就是謝小廷 謝小廷沒有人認識他 因為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官員 姓謝的都怪怪的 不管是當大使的 在日本的 在德國的 或在這裡當的都怪怪的 還好寒冰沒有去當官 要不要當官怪怪的嗎 不是 那你看他講這個話其實 我只能講說他是 極力要保官位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 過去民進黨怎麼去講公投 那時候我們在跑新聞的時候 蔡同龍每天說公投多重要 民進黨在民國93年 那時候陳水扁要行求連任的時候 然後也開始講公投有多重要 然後全力推公投 然後推的公投有好幾個口號 一個叫台灣第一次 世界都在看 說我們這公投 就是我們民主的最後一步 然後報紙燈很大的廣告 叫做藍有藍頭 北有北投 人民要公投 那董哥還記得 我記得 因為民進黨很會做這一套 那做出來以後你可以看到 當公投那時候成為台灣 民主的價值以後 民進黨也是敲了打鼓 用了好幾次 可是2018年他認為他輸了 跟公投有關 那所以這一場險戰 一打下來的話 對民進黨來講說 什麼東西都是假的 只有選舉才是真的 選舉真的以後我就拿到掙錢 拿到掙錢以後我就開始掏錢 民進黨的價值就是只有這樣 那今天看到了 核四公投來勢洶洶 各位朋友你別忘了 像我們這種年紀的 大青的人比較小一點 你在二三十年前你看到 你常在台灣看到很多人 頭上戴斗笠 戴頭叫林毅雄 他們組織一個會叫做 核四公投促進會 對 公投來決定核四 因為核四有爭議 有人贊成有人反對 那我們要用什麼來決定 用公投來決定 所以叫做核四公投促進會 民進黨前黨都支持 台灣人民也看到他們在台灣 一直繞來繞去 大家都看到 時不時就在立法院坐在門口 現在這是核四要公投 這也是民進黨的主張 所以你覺得這個蔡公投 塞同榮地下有什麼 會不會跳出來掐死他們 一定的 他那時候就是民進黨 那時候蔡公投認為公投來決定 林毅雄也認為公投來決定核四 既然那麼有爭議 那現在民進黨把它揚記到一旁 因為他發現 公投直接民意展現 但這麼強大的直接民意 他還沒有投票 他就告訴你機率為零 那是怎樣 那我們都投假的 是 在民主的機制裡面 公投是比立法院大的 那民進黨因為現在立法院夠辦 他們為所欲為 那現在因為公投就要火定他了 所以這些人都很緊張 每個人都跳出來保官位 每個人都跳出來恐惡老百姓 說這個核電有多麼危險 那請問一下很多人講核電危險 那民進黨七年重啟核二二號機的時候 請問你們這些反核人士在哪裡 出來通通站出來 你們七年死到哪裡 大家講 民進黨也是有重啟核二二號機 那你可以重啟別人不能重啟 然後開始去汙昧 謝小驚說 這個因為機器非常老舊 這機器怎麼會老舊 核一 核二 核三 比較舊 核四絕對是比較新 那核四我們是有誰蓋的 有美國的奇異公司 民進黨 民進黨反核四 美國人很生氣 是不是 那是美國 他說他不安全 美國人很生氣 我們怎麼會高一個不安全的核市場 在台灣 我們的機器怎麼還沒用 就被你說老舊 對不對 這個不會影響CPTPP嗎 是 那這個才生氣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民進黨什麼話 弄到最後都打到自己 這些人 因為臉皮後他也不怕 所以我們看 這一次人民一定要出來 很多人其實要出來 投四個都同意 我們有股氣 那為什麼要投 很多人不一定是 對這四個案子 真的有強烈主張或怎麼樣 但是我告訴你 你如果非常討厭民進黨 你在這一些投票 你一定要積極去參與 告訴他 你是對他的施政非常不滿 有一些官員 專門在講那種話 你也聽不下去 所以我覺得人民 要藉著這個時候 先來表達我們的憤怒 我們對於民進黨的不滿 很多人說 那通過他不做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下面還有很多投票 我們要罷免林場走 我們要投給顏寬恆 我們年底 明年年底 要讓國民黨前勝 就一波一波 讓他覺得兵臨沉下 為什麼 一個這麼爛的黨 只會掏錢的黨 我們不讓他下台 台灣哪有什麼公道 走了 走 等您 safe 什麼 redit 你 先